中国从来不掩饰 不管是对台湾也好 还是对世界 他们向外扩张的野心 那么就在现在 中国即将第三艘航空母舰 要下水海誓之际 似乎人员也开始做储备了吗 我们来看到 这是中国方面所公布 招募2024年海军飞行学员的条件 首先现未婚男性 年龄现在26岁以下 身高还有包括了体重视力 都有所要求 同时他也要求包括了本人 以及家庭成员 他们的政治历史 都是要清白的 没有受过刑事处罚 同时要求的是 理工科系的硕士毕业 那么这个硕士 就引发了外界关注了 因为我们要来看到 过去其实中共解放军 他们在招募的时候 其实只要要求20岁以下 高中毕业生就可以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 首度提高了这样的要求 他们提出了是24岁以下的 大学毕业生 那么今年更进一步了 要求的是硕士 那么一旦招募进去之后 我们来看到是 录取之后会有两个月的训练 包括了当兵的锻炼 然后就要展开3到4年的航空理论 以及实际的飞行训练 那么当然了 他们就提出了很多优渥的福利 希望来吸引大家 那么我们来看到 路透社他怎么解析 这一个新的招募条件呢 他说中国的军队 以往是比较受到教育程度 比较低的人青睐 可是如今急于提升他们的 这个素质 要有更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同时他说 因为福建号现在呢 即将要进行海事了 所以他们打算呢 要让福建号在两年之内 加入中国海军 同时还要力拼2035年的军队现代化 显示他们不断希望呢 让这些高阶的硕士人才 来开他们的舰载机队 以上就是我们最新的讯息 也请持续锁定华视新闻 Hello 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